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手机应用处理器,代工份额从2020年的64%升至2022年的85%,而三星虽然得到了为Google的Tensor系列晶片的代工订单,但是由于Exynos处理器市场表现不佳,外加上高通将旗舰晶片的订单从三星转移至台积电,2022年三星的份额达到了7年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5G手机晶片之战持续。 近日,高通瞄准中间手机,发表新款集成手机晶片第二代笑容7 Plus,以拓宽市场覆盖。 该晶片采用台积电4nm制程,其CPU可运行至2.91G主频,较前一代产品,效能提升达50%,GPU效能则提升两倍。 为了提高在游戏上的表现,高通还引入部分新技术,如VSR可变着色律技术,能够提升游戏运行顺畅度。 此外,高通称第二代骁龙7 Plus,增强的AI引擎的速度提高了两倍,能效提高40%。 充电和连接部分也进行了升级。 支援QC5快充规格,官方称可在短短5分钟内,将电池电量从零充至50%。 手机终端方面,Redmine和Realm等OEM厂商,三月底开始发表搭载第二代骁龙7 Plus的商用终端。 高通此次发表的第二代骁龙7 Plus,得到了小米全力支援。 小米集团总裁Redmine品牌总经理称,该晶片由Redmine与高通联合定义, 从最初的规格建议、精准定位、产品定义,到最终功能全面落地,Redmine全程参与。 因此,这款晶片对于Redmine,尤其是Node系列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要在游戏上达到高效能,将旗舰体验下放至中阶, 争取用户技术最大的用户,需要直接走到晶片定义前端。 因此,Redmine和高通达成了合作。 随着技术发展,以往用于高阶骁龙8系列晶片的技术和架构, 也可以用于骁龙7系列。 此次高通推出新款中阶晶片,意味着联发科自前推出天机8200后, 两大行动晶片厂商中接产品线已完成布局。 在中阶手机上,以往手机厂商多偏向于使用联发科晶片。 而高通第二代骁龙7Plus的推出, 有助于其从联发科手中重新夺回中阶市场份额。 但由于数月前,中国反复疯狂封城,导致消费信心不足。 2022年,中国智慧型手机出货量,时隔10年重回3亿台以下。 IDC数据显示,2022年四季度,中国手机出货量较2021年同期, 下跌12.6%至7292万台,已连续四个季度录得两位数降幅。 全年中国手机市场出货量仅为2.86一台,同比下降13.2%, 创优势以来最大降幅,十年以来首次跌破3亿台。 因此,考虑到中国手机厂商还在据库存过程中, 多名行业人士先前判断,手机库存将在2022年四季度至2023年一季度, 回归相对正常的水位。 而中阶手机作为带量产品,成为手机厂商和上游晶片企业的必争之地。 另据台湾工商时报3月下旬的报道,高通近日宣布, 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高通新竹大楼正式落成, 该大楼是高通在美国总部以外, 规模最大及最先进的海外营运总部。 高通副总裁纪营运长表示, 台湾在先进制程、半导体测试等领域表现顶尖, 高通不断扩大与台湾半导体业合作, 去年对台采购金额高达2400亿新台币, 明年更将上看3000亿新台币规模。 同时,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高通同步于3月下旬举行了新竹大楼落成启用典礼, 台积电欧亚业务继研究发展资深副总经理出席致议, 并参加高通举办的产业高峰会, 展现双方的紧密关系。 据报道,高通新竹大楼 已有众多研发与工程部门进驻运作, 正式落成启用后, 高通营运与制造工程暨测试中心, 即Center for Operations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Testing in Taiwan, 多媒体研发中心, 行动人工智慧创新中心和先进CPU设计团队等, 都将以高通新竹大楼为枢纽, 强化与产业伙伴合作关系, 后执新创与人才的培育。 高通副总裁表示, 高通在3G世代时就进入台湾设立营运据点, 当初小小的办公室只有两位员工, 现在台湾员工人数已经有1700名, 且从台湾的采购金额, 也从5年前的900亿新台币, 去年也已成长到2400亿新台币, 明年预估更将上看3000亿新台币, 显示高通与台湾半导体生态系的结合愈来愈紧密。 高通先进制成去年以来重新获台积电支援, 最新一批旗舰处理器骁龙8J2, 就是采用台积电产能。 据了解, 高通目前在台湾除持续扩大与台积电先进制成合作外, 日月光投控、晶圆电等封测大厂同样是合作伙伴, 下游客户更包含华金科、严华及广达等大厂。 随着新竹大楼落成, 高通在台湾的投资布局有望持续扩大。 为了满足美国客户强劲需求, 去年12月,台积电将其对去年底开始建设的亚利桑那晶片厂的计划投资增加了两倍, 达到400亿美元。 该工厂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投资之一, 甚至将于2026年投产,采用先进的三奈米技术。 不过,受制于工程和设备安装进度延缓, 人力资源短缺和成本紧张, Digitimes在3月中旬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从目前的工程和设备安装进度来看, 台积电美国新晶圆厂不太可能在2024年全面投产, 有可能推迟至2025年。 当时就有半导体设备供应链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晶圆厂的整体建设和设备安装进度已被推迟, 而代工厂还必须解决严重的人力短缺、成本飙升, 以及涉及外籍员工新出现的教育和适应问题。 尤其是各项成本远远超出了台积电预计的50%增幅, 最终可能会达到100%, 也就是比台湾本土生产贵出足足一倍, 如此一来势必严重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另外,作为台积电最大客户的苹果, iPhone处理器的成本至少会增加40%, 达到100美元左右。 与此同时,海外媒体近日则报道称,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专案一期工厂, 预计最快于2024年量产, 由于将提供4奈米制程代工服务, 高通可能成为首批客户。 对此,高通副总裁指出, 高通确实将会是该厂4奈米制程的首批客户, 双方的合作很早就开始评估。 业界关心,高通是否会将大多数在台湾台积电的头片晶圆, 一致美国厂生产。 这名高通副总裁也进一步适宜, 美国厂商希望台积电到当地设厂, 目前仅将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作为第二方案, 也就是说希望有第二产能供应, 绝非是要将台湾的产能都搬到美国。 大多数高通投片在台积电的晶圆仍会在台生产, 他相信大多数欧美同业也是相同的考量。 很多人对这一点有所误解, 这不是美国公司的要求, 就美国公司的立场, 只是想要在有突发状况时有所准备。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